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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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看GowboFill不follow? 對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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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歡迎來到GowboFill 我是Matthew 今天雖然不冷 但畢竟是冬天 我們都要吃一個暖身的東西 大排檔 咦? GowboFill? 咦? 咦? 為什麼你們大排檔不follow? 喂?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出來?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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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青年理髮公司? 好啦 再說到你已經是冬天了 其實今天有憑治癒方來 大家好 我叫Yan 我是Andy哥 LinatoTV 幸好讀得對 你們兩個回來吧 當然要吃香港地道的東西 適逢就是冬天 今天就吃本土大排檔 羊冷煲 龍蝦耳麵 我唯一要求就是 我不吃日本東西 因為日本東西不好吃 因為日本東西不好吃 這間店很多人都說好吃 先離身先 沒吃過的 有什麼就 用作品說話 好啊 OK Let's go 好 話說這件事 昨天我們就收到你們的訊息 喝不喝啤酒 他就很安全 是否真的要便宜 我想不是的 我當時的時刻是 是否可以選威士忌 其實是這樣的 也有看你們的頻道 知道你們跟他走 離不開關 不要這樣說 我也不敢說 喝什麼好酒 不夠你們熟 不如喝啤酒 我是真的喝啤酒 先打個底 我是很不喝的 而且你不捨得辣 沒錯 有看的 大家今天這麼開心 我就強行喝一下 這間店最有名的就是 龍蝦耳麵 羊冷煲 豆醬雞 還有一個不知道什麼 炸通菜 是不是炸通菜 炸通菜這次就沒了 現在炸四季豆 那我們吃什麼 喝了一杯酒 思維又清晰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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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follow呢 一場來到 不是臨時約的 我們本身知道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準備了一些手信給你 好可怕 我覺得你應該自己擦 你會開心一點 我看到你那個黑色膠法 我覺得很有信心 膠法我貼的 會不會吃不下飯 看見那些東西 你可能會吃不下飯 看見那些東西 你可能會吃不下飯 好像是 好有禮 膠絲很實 果然是日本包裝 是不是在計劃我們 我手指就現在放進去 這個碗裡面是有些東西 你們喜歡的東西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有很多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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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你這個是入廣告前的飯 通常你這個是入廣告前的飯 對 好啊 我喜歡日本魚生飯 真的很厲害 我很喜歡這個尷尬 這碗飯我今天就放在前面 不動 永遠到前景 這個東西不便宜 不便宜 也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你兩個人只買到一碗給你看 喂 這個tap非常有心思 很喜歡 用盡全力買的 我們這個 我們親身去找 然後找不到 跟你們騙那些刺 沒有巨帶 今晚回去找位置 鑲起來 有垃圾桶 瞬間離開 我想說這個 紅蝦芝士麵 非常英俊 乾杯 你們準備好 很誇張反應沒有 可以啊 我拿到這個機會很久了 那 做 而且他的遊戲是要這樣 很大犧牲 Andy哥不吃藥 人生第一次 吃過的 吃過才知道不喜歡 還沒咬到 真的 真的 你不是真的 你不是真的 真的蠻好吃 沒有了羊味 好像吃牛腩一樣 因為我沒有吃過羊腩 我覺得是可以吃到的 這個是一個我永遠都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就是羊腩應該要有酥味還是沒有酥味呢 我自己覺得 肉是硬了一點 我這個拌骨 它肉質OK 但是呢 如果它真的好像說中藥浸走的羊酥味的話 可能因為它浸走了之後 那個羊酥味沒有了 它反而羊肉的感覺消失了 但它特別的 它的酒味也很出色 我反而吃到 那些香茅 它的配料味道是濃 羊味就淡一點 但是呢 它拌骨的肉 是爽口淡 它的肉真的在 你不會覺得是死實實的 這個腐竹很好吃 因為它的湯底好 再浸腐竹也好吃 我從來都覺得 它吃平是最難的 好吃就好吃就不好吃就不好吃 我不懂形容 我説不出為什麼 所以我就經常看你這片 不是客套說話 我會想了解一下 我講食平的時候 是可以怎樣 讓大家具體的知道是什麼 可能這個味道就像 另一種食物是什麼味道 但永遠看完就忘記了 下一個吧 好啊 來吧 不好意思 我同事是有點HANDY CAP的 Sorry 你很好 嘩 最容易淡淡的肉 我準備好了 年了幾個月了 還沒吃 嘩 它好像夾公仔那些 嘩 嘩 嘩 大阪韜韜 我覺得好吃 但我背了它就好吃 吃到它的海鮮味 但通常這些位置 它一吃它就覺得 你有沒有雪藏 它的芝士 我覺得是有拌上湯的 我剛剛只吃過煙麵 我沒有吃 肉呢 我覺得煙麵是有海鮮味的 它的芝士很順勁 那些浸火退雞湯的 對 對 那個芝士一口 那個漿和那個浮的感覺 令你和那個煙麵很搭 好像泡沫一樣 而且它整個芝士 令它的煙麵很滑 龍蝦肉質 是堅實的 它是有肌肉的質地 就是要刺開 而且它因為它的煙麵 那種奶油的甜味 滲在龍蝦裡 和龍蝦的甜味也是 很酷 很搭 你究竟是不是有些 八達的食品 沒有 你一直在分辨 它一直在分辨 我一直在想 你怎麼想出來 沒有啊 我現在衝出來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覺得它無中生有 在旁邊我真的有吃 然後我聽到它說 是 為什麼我想不到可以這樣說 你是吃這個就買 這個真的厲害 多謝 但真的很好吃 這個芝士 它變得稠 你不會浸 因為就是那種 小小泡沫的感覺 它不是那麼實 所以吃完整個 你都不會太膩 但應該吃完整個 是會膩的 當然 我同時Andy 就不太懂得禮節 筷子是不可以這樣擦 是貴的 日本才不可以 以前都是中國的 我一定會剪掉 你不明白 日本人可以不明白香港人的禮節 但香港人不可以不明白日本的禮節 對 千萬不要得罪人 不要得罪網絡的人 牛腹腩 牛腩腩 好 這次來個 溫文阿爾的 溫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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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沒什麼特別 就是它仍然是牛腩 炸這個動作 沒有令到它昇華了 變成一樣 我以後牛腩一定要吃炸 這個水平 你認我這次很準 這次 它不是不好吃 去不到我期望的 滑蛇添足 對 溫文阿爾 拿些古書出來 四書五經 同樣是腩 羊腩好吃 我覺得它大皮沒有加分 有什麼不行的 撞了 這個剛才是遮遮突 推薦 他說吃完之後你不會說話 可以吃蝦腩 吃蝦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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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會吃了 你會說 真的吃蝦腩 有什麼好說的 既然說不到話就不要說話 直接下去小糖菜 我很單純的 聽到它說炸小糖菜 我就以為是整棵小糖菜 原來它是釀到肉 我猜是蝦膠 會的 香港下了蝦膠一定會寫出來 老實說阿寶 你的反應不能輸給他們兩個 尋找尋尋風格 這種風格去日本拍 是真的難搞的 我們很認識的 我們認識的 不去 其實已經是另一件事 完全不是小糖菜 這個汁太長了 類似泰式蝦餅 但是變成了酥炸 吃起來是蠻好吃的 只不過你只要看名字 都叫不到這個 如果你真的想著 它是炸小糖菜 你就失望了 它連小糖菜應有的形狀也沒有 那我想問那個是什麼膠呢 魚膠 那個像是蝦膠 那它良心 它不捨出來 你幫它改名字 你會改名字 要有蝦膠的元素 我改名字很差 你看我們的名字 就知道 兩個人加起來 但是你翻譯中文的膠寶費 我是挺喜歡的 那個名字不是我們改的 對呀 觀眾幫你改 謝謝那個觀眾 其實改得不錯 但是說起來 這個真的有點尷尬 第一次知道Andy哥這個人 是在Youtube大會 所以說一下他問你們 你們是鑑的 其實我是聽過的 因為我認不到的時候 因為我看你是每一個都問 過來拍照 你以為是大會是不認識 又不是 我知道是Youtuber 其實大家都是各自出水 然後他就找了很多人 你介紹一下自己 一開始以為這個人是有點職能 我也想做Google 但是不介意的 我不介意的 一個爆酒瓶 我們早期做Youtube的時候 不是太迷Youtube 那時候打工 那些時間都拿來 做呀做呀做呀 總是沒有一個時間看別人 頭盔不用多了 明白 我想這樣做的動機 我覺得 上一代的香港Youtuber 很孤狗熊 說人一句 去搶一下人 或是幫人 哪有這件事 一起做大個餅 不是更好嗎 他真心是這樣想 他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社交人 但是那一刻 他想到一個 Cross-over的想法 他是一個很怕襯的人 但是他都這樣逐個問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這個我尊敬他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他搞過活動 但他其實是沒有任何交流 沒有破冰活動 唯一一個破冰活動 就是你和我們 他們有看的 我以為他真的有看香港的Youtube頻道 現在小心點說 Youtube好 這裏破了 幸好你們沒有破冰活動 如果有的話 這件事做不到 你別再說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我很認同 例如傳統媒體 公司跟公司 限死了 不會跟你的台合作 你老家 對 我老家 沒錯 我已經10%在一個廣告 現在做網 大家都是自己媒體 如果不是一個太大的衝突 或者有仇 那都沒有所謂 對 對 對 到今天還不是看到很多 像台灣一樣 大家可以玩得好賣 一堆Youtuber 其實我也是受他分討 他覺得Youtube應該這麼壞 然後我慢慢覺得 是對的 再加上看到你們 你們說 歡迎所有任何Youtuber 這是真的 我立刻再跟他說 因為我們回香港 不如你們再留下 我個人是非常之想合作 所以我就叫他再挑起這件事 其實當時看你們丟丟地圖 我都留過言 Karen那集 有女兒才留言 不是這樣 有女兒才看 那集好看的東西不是女兒 其實當時我們已經說 這個好玩 想過來玩 但內海 日本很難去 我們 人家不歡迎來 勁都入不了 網上覺得人家不歡迎來 我們歡迎 我們遲些去眼闖 你們衝關 我做了Youtube 現在是六年 沒有教好份 每次都 你會看著數據 留言 但我在VK飯都很開心 因為我上不到網 對 上不到網 我就沒有事要掛淚 可能你很關心 不是關心 我的職責是要看這些東西 我們是公司 有人會發電郵 打來 完全沒有人找到的時候 那個心情很開心 我覺得Youtube這份工作 其實大家不要想著好像很自在 一上了船 你下不下船 是呀 雞也吃不到 但雞也吃不到 不要想太久 你一上去你就會說 不行 不想退 你就會想有更多新的東西 如果那個人很不自在 是做不到這個飯 他二、三出片 四、五出片 他一定要 你要整天趕自己 自己兵刺自己 要不然你一懶就陷阱 整家真的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 你就吃雞 你這Hack 東張西望 真的要嘗嘗這個雞 豆醬雞 醬好像不錯 什麼是豆醬 本來以為是黑色 所以是有一點驚訝 我看過其實是有把麵糞粒 就是麵糟粒 麵糟粒 吃不到是給你 但是很滑的 好像雞油變成很稠的醬 雞的質地煮得很好 它說豆醬 我以為是濃味的東西 其實它現在有點像 有興的白鱔雞 鹹鹹甜甜 好像菜膽雞的朋友 這件事比想像中清很多 你沒有驚喜 那我們先回到Youtube這個題目 那有沒有後悔做到這個行業 其實沒有後悔 因為我自己個人喜歡自由一點 現在是做到這件事 只不過我自由一點的時候 已經全部拿出來砌工作 4P 我覺得你感覺到有人會接 我也感覺到 但我沒想過會有人說 其實我們現在是一年365天幾乎都在做 因為我們自己人手又不多 我覺得我們給觀眾的感覺是 我們好像很隨便 很隨便 不是我們 我想很多人會覺得Youtuber就是這樣 我們是自律到不敢想像 我們就有時間去表 哪日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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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去量 我每次跟我的朋友說 我要大卡上班 他們都很激烈 就是因為我有追回你的影片看 我覺得你們其實是 幾乎 你們就不要說了 很多人 place 膽粗粗去日本 不是很懂日文 不懂 當時我去讀了半年書 之後我再工作過你們回去 那時候回到日本的工作 就是台灣人開的餐廳 做到店長 當時認識到我現在的老婆 因為日本老公的簽證 他大學畢業 小弟就沒有大學畢業 所以拿不到我的簽證 但我也回到日本跟他住 但你旅行簽證不可以上班 那就試試拍片 但不起 沒有人認識的 你的朋友笑你 你的朋友是不是也笑你 但不起了 你的朋友笑你 那你有錢 有錢給別人吃OK 有心態不錯 我們一開始搞的時候 是有很多朋友笑 其實香港人經常都是這樣 喜歡踩自己人 總是不可以有鼓勵 總是要捱到有成就 才會有人認同 還有香港人不肯認同你的成就 他就覺得你總是有別的方法 令到你這樣 不可以認同 你真是努力 辛苦了 是呀 不會的 你很幸運 不是疫情 你有沒有引起人看什麼 那都是這樣的 最麻煩的那班永遠都是 增人富貴厭人窮 做什麼都好 YouTube其實都不是新的 可能要新輕一點的行業 所有事情都是要努力去做 才會有一個位置 做得到的 有些人覺得2023年做YouTuber 是賺不到錢 我覺得很奇怪 糟了 我們不是賺到錢 努力中 坐開一點 人版真是 立即出現了 我不代表你們 以我們這個scale 只靠YouTube的AdSense 收錢 有些不活的 一定要有廣告 其實為什麼我覺得你很勇 你一開球 膽粗粗又去了 打一份工作 然後就開始說 不如做YouTube 又搞得大壇 你說19年 Working holiday之後 隨便去日本 就衝了去 因為當年是我30歲 最後一次機會去Working holiday 那就是因為我喜歡日本 但我不少人民 那我就去了日本 這個不是我的朋友笑 我真的會這樣認用 我真的是一個很好運 可以留下來在日本 也很好運 可以今天和你們吃到這頓飯 嘩 嘩 嘩 這頓飯真的在弄 聽多幾個 我看完片 我沒有看到你們是怎樣 meet up 大家吃 100毛 朱欣 我這個年紀一定知道 100毛是甚麼 知道他在大阪 他應該知道我誰 我猜 大家知道大家存在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是足球場 但他沒有球 他有探望他的朋友 然後第一次跟他見面 其實我們現在上面 我們有一個投資人 然後我就說 如果他不參與 我就不玩了 他的CV是沒有其他人不給得上 所以這個就是我好運的位置 所謂有這樣的CV 都不會去大阪 都已經在這裡發展得很好 而且真的在大阪 或者叫做在外國 香港人的圈子是很小的 當他很小的時候 我都可以有所謂傳媒經驗的 在大阪沒有很多 你覺得好像很多東西都安排了 你要說一些New Age的東西 蒸氣神 其實我們今天是賣水蒸 那你在日本有什麼想做 還沒做過 我不敢想 海鮮當 一天店長 那間 那間我們做 不是做那間 他現在說的就是 好像突然給我們三個願望 對 然後我要想好了 要想 有什麼想做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跟電視台去日本拍攝 因為實在是太多規則 和太多 制作 所以我才說是難做的 所以我沒有想過日本可以做什麼 你當不算拍攝嗎 認識日本女生 那你這個非常容易解決 一個小時後都解決了 一個小時後 語無夠 你那個問題我想一想 或者我再回答你 看看我們下次會去日本可以做到這件事 在日本拍攝的香港YouTuber 不是真的很多 你們也算做得很大 不敢當 不敢當 有個哥哥哥在 這個是我的感覺 做得很大 問一問 你們不回答也沒所謂 有沒有一個野心 不回答我 沒所謂 我剪了這句 有 老實說 他來了就不會成功了 你香港沒有多少人過了一百萬 你不要只看數字 有時聲勢可以大 那我已經大過他 我的觀察 我現在也有心辣他 我覺得現在是不相伯仲 他高一點還是我高一點 這個情勢很尷尬 但是我覺得是差不多 他頭髮長一點 我們應該差不多同一個髮型了 你很認真說髮型很好笑 你都很醜 突然間填滿膠 我感覺到差不多撞樣了 我又開始留蘇 他又落頭髮 就撞了 我是有野心要做戴 戴是不是代表商業化呢 我認為不是 因為我一直都會把商業和娛樂分開 我賣東西 我不會開個直播假裝賣東西 或者我開個直播假裝吹水 其實我不會的 你想賣東西你就看 你想娛樂你就看娛樂 我們這些東西是分得很開的 我覺得這個在觀眾的層面上 自己選擇到 我沒有逼你去看一些 你本來不想接收的東西 奇怪的 因為有時候香港 就是一看到你賣東西 就好像死罪 其實沒有的 你不想賣 你就不要看而已 因為大家的認知 直播去賣東西 就是好中國式 新傳媒會做的東西 但其實這個世界直播賣東西 一定是一個趨勢 你跑不掉的 因為沒有人想交租 而且你們最喜歡的日本 他們很勤力地開發網上直播賣東西 這個生意 因為其實全世界都在賣向這個方向 譬如日本你想賣的東西 是福井的 你住大阪新的小的 只有五個小時 做到它不送國外 不懂 直播賣東西這個趨勢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香港是不是可以做到市場這麼大 我覺得不行 因為香港太小 但是香港租金這麼高企 我覺得會轉型成為 去做網上賣東西 但是終點線我們不是賣東西 我們有自己的東西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程度 不是成立一個品牌的水平 我們沒有可能賣到 我不知道是什麼價錢 我笑一下而已 我不知道說什麼 大家知道就行了 我們是盡量想做適合我們風格的東西 我不想是觀眾 那還因為我支持Yen 所以買 我不想做這些東西 理性消費群來說 必然是對自己有用 你買完就有得獎 你才會買 不只是賣希望 賣那個… 來呀 來呀 沒有的 一起拍了一片 你都黑名單了 沒有的 我們現在是孤島 有幾個看到我們跟人拍片 有幾個 那你們呢 譬如說三年後的交換會不會是怎樣 本身都有想過 一開始做的時候 是想向主流少少的幕前去做這個目標 內河一件事就是現在主流的媒體 都得得七七八八 何謂主流 這個問題就變成一個迷思了 就是我們要做個主流 我剛剛就是想說 你台灣Youtube其實是主流 但為何香港Youtube不是主流呢 因為他們在等著我們 其實這件事是說得對的 但內河香港Youtube就是不能夠做到團結 其實是現在沒有人夠膽的 老實說 你試試在香港搞Youtube班長禮 你推來才算 台灣年年都有酒中獎 沒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不會發出一個餅 還有台灣新聞全部都是Youtuber 是啊 沒想到好看 不行 我在街上撩鼻屎 我不想有這麼一天 到香港有一個班長禮 你就不撩鼻屎了 你到時撩鼻屎也好 連登仔買你的話 他就覺得你很真性 香港的想法還是很傳統階段 主流還是傳統電視 傳統媒體 其他的都是沙拉東西 現在我覺得風力好很多 我看到ViuTV也有Youtuber 小薯企家的運動會 他的運動會一望都知道花很多錢 那些錢是離譜級數 其實他們是有心搞這件事 但沒有遇到我們 但老實說 我們… 我們的形象不是他們的影 我們也不是 可以說我們 我們也不是 但其實在日本拍片 不是很困難 其實現在日本比起以前 開放了很多 對拍攝這件事 因為疫情後 他沒有客人 他明白了 開始需要 原來要拍一些網絡 去宣傳他們的食物也好 餐廳也好 反而有很多香港人 他們覺得他們很熟 然後覺得 你做了這些東西 他一看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先聊到你 但其實餐廳根本就無所謂 這些叫做真實日本人 與幻想中的日本人 對 我那時也很醜 潘Sir 潘Sir真的很喜歡九部 我講真的 這個說真的 誰 潘Sir 他喜歡叫我潘Sir 潘Sir 我是看 但你說我每天都看 老實說不是 Q&A我沒有看 Q&A是要很喜歡 很想了解你才會看 但Q&A我都追了 只有兩集 又不要說到有十幾集 我是老闆 老闆你是最入 所以我看見他們的螢幕 他真的下午堆東西 我是說吃飯 我是一年 我想有一百天都看著你們兩個人 為何我們認識 我看著你一百多天 好男友給我 在我看你們的影片的時候 有一點點職業病 我會每一次看到你的影片 對 為何你多看一部影片就不追蹤 然後我每一次 真的每一次都會想 其實我們是不是都要加熱 為何有這句說話 因為我們早期只是拍飲食 之後才會多一些其他東西 香港人看飲食很習慣地看完就算 為何那麼多Viu 升Follow 其實我們Follow說是不成正比的 那時候好像5萬Follow 10萬Viu的飲食片 每次都10萬 Follow不升 是怎麼了 我以為我們是彈得很討厭的 都是的 都是的 所以才做一個片頭 喂 吃完了 出去了 先點評一下 賣單1500多 多謝兩位請我們吃 不用錢來說 好吃 花錢呢 花錢來說 有一點點貴 我不是喜歡吃海鮮的 我覺得龍蝦衣麵 都佔了一隻貴 在價錢上 不過如果我覺得喜歡吃的話 OK的 始終地點方便是一個要素的 還是沒有了 現在香港物價都是這樣 還是一樣的 它起碼能夠經驗到 就是剛剛那個龍蝦衣麵 不過400元 是小貴的 是 如果它整餐飯 那些牛柳 它不是說得那麼有信心 我是OK的 牛腩就比較好 你這樣說 我又想繞回 如果沒有那個衣麵 我整個牛腩 我就會覺得 我給300元吃這些東西 不行 我剛剛就說 如果它的牛腩 不是說得那麼驚人 是啊 所以我撐回你 我就覺得五角星 跟所有東西來講是平衡的 四個水 這些味道 喝了這麼多瓶 OK 我喝了十多瓶 你們半瓶而已 原來你們喝了這麼多 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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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去日本吃 吃飯飯窮你們 先假設你們就能進來 雖然日本不歡迎你們 但是日本它的性價比是值的 所以很難吃窮 我們四個人吃3萬日圓是有點難 其實是 香港以外是便宜很多的 除了歐洲 歐洲時會很貴 多謝你們 這次回來幾天都抽空過來玩 我們要玩 你們來大阪嗎 你們來不來大阪呢 你們歡迎我們來大阪嗎 我們當然歡迎 不知道你們是否來 逸容 逸容嗎 我看你有什麼負面 我們遲些日本找你 他們是VilatoTV 他們是郭寶 你不想打誰 Mafiel阿波 厲害 不會去到這間也不明白 他拍了一整天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頻道看看 喜歡這條影片就like subscribe comment share 就這樣 下次日本見 喂 成功了嗎 你可不可以換個新的片名 中閃Dans 再見 他們要上樓梯了 上樓梯 假製 可不可以猜 但 vemos 事後 年細節 想請 感谢观看